1949年3月23日上 党中央从西百坡动身前往北京时 毛泽东总的说 今天是进京赶讨的一次 心醒之下 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 党内存在着许多期待解决的问题 这场考试远还没有结束 还要继续 我们党作为执政党 面临的最大危险 就是腐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作风问题上 大问题要抓 小问题也要抓 小动不 大动不胜 抓作风问题就是要积小胜为大胜 不以恶小而为之 不以善小而不为 小炙众 小炙事 小炙事 我们一定要保持理想信念坚定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 无论条件如何变化 都风雨如寒不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变化可不小了 只有能打一只老鼓 还老鼓水也是高兴的 拍一个餐饮也是高兴的 全党同志 一定要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继续 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 经受考验 努力向历史 向人民 教出新的 更加 优异的答件